齊狗, 義兄這條路你全熟了 這次就由你和必正兩個大隊 押這批珍珠賓回來 老爺, 讓我跟他們一起去吧 那段路山路崎區有多賊 我以前做標師的 二十多年前你就是標師 現在你是蔣家三奶奶 留在這裡服侍我爸爸吧 必正, 我有些事交給你 這兩枝火槍你帶去旁駛身 知道, 爹 你們倆拿些公駕出來 幫爹幫全帽石的人辦好事 齊大哥, 先吃一塊蔥牛餅吧 再不然現在阿婉元出面吧 不用了, 我吃這些就可以了 你怎麼吃炒米?不用給我節儉 這些是炒米堡 是炒米堡, 一餐一餐一餐 沖點水下去撐大肚子 我看你這麼細胞, 頂了一整個月 那你以前走爛的時候 是不是靠這些炒米頂肚餓的 總之我一天 運不了珍珠米回帽石 我一天都是吃這些炒米 我告訴你, 記住吃炒米的日子 不可以回頭 我柴狗這輩子 以後都吃上等白米 油漸米、珍珠米 各位九叔, 吃飽吃飯 好… 大九爺, 我們今天來 是要計筆數給你看看 我們的工人每天的工資 只有三十元前 現在的米貴了, 你還要加曹運費 老爺, 就算我們不賺 一斤米也要賣到四十元前以上 你叫我們怎麼生活? 你告訴我 好妹夫, 你算數嗎? 好, 我再給你算數 我把我們清幫本數簿出來 逐一條數…跟你算 這條就是買新船的數 這條就是維修舊船的數 這條就是那些兄弟… 夠了… 你這筆數我聽過很多次了 好… 好… 長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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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痛又發作 先喝杯藥 你怎麼樣? 今天不跟你談, 保錡, 我們先回去 我們今天不結了, 走… 大家走… 好, 走 長老爺, 沒事了 待會我給你把藥給你 你以後吃就行了 謝謝 大夫, 這邊請 老爺, 我真不明白了 你和哥哥合起來已經百多歲了 還好火, 弄得心痛回來也有 阿嬌, 這次怎麼都靠你了 阿嬌, 你無論如何勸你哥哥 膽多少吧, 拜託… 兩夫妻說什麼拜託呢 這些投家我也有份的 我馬上去 好 老爺, 記住不要那麼激心 行了 爹, 你找二媽去和舅父談 怎麼談?不就是問何想借梳 哥哥 你說我真的指望他搞定這件事嗎 我是不想他在這裡吵吵閉而已 保錡, 談判就一定要繼續 如果讓百姓知道我們和彭鏗罵了 他們放棄上來會亂的 不過我就不想親自去 你下次去的時候 就說我心搞痛不能去 你記住 跟這個人打交道要四個字 以猶祭江, 盡量不要和鬧僵 拖到我們有籌碼為止 我明白了 二少爺, 楊鏢頭 什麼事? 剛才我出去放手 見到沙家幫那些山賊 說要搶我們的謎 好… 大家鎮定點 沙家幫那些賊 就是會搶傷你的財貨 不會搶白米的 不是, 他真的想要餵我的財貨 剛才我躲在樹上 聽到大大師在這裡說 那些財貨他只在必得 還說誰阻礙去殺誰 二少爺, 不對勁 不如我們真的走吧 一煮一整天很快過 他們正在來的 是呀, 我們走吧 好了… 最重要是人安全, 貨沒了阿船 我們馬上走 二少爺, 不能走, 不能餵你的貨 快點 二少爺, 別走… 阿達, 別走, 大家聽我說的 阿達, 別走, 別走 二少爺, 我知道附近有座山樓 我們可以帶米去運沙路走 爺媽媽運沙路走, 有沒有危險的 沒有的, 沒有危險的 這條路我黑了眼也會走的 不是呀, 柴狗哥 馬上你過了山 那些山齊人追到來怎麼辦 是呀, 阿達 沒有的…沒事的, 怎麼追 追不到的 你們聽我說, 帶米米一起走 走吧, 別想了, 走吧 快點, 快點, 走 快點, 快點, 走 大家撐住 我們成功了一半 全部人打給我們回去 回去我們就不用再做苦力了 撐住, 阿龍, 阿達, 先盡力點 不要吃飯了 是不是上了一盡苦力了 人生沒見到自己的回軟 人生沒見到一十年 這時候我們立花好機會撐住 你們很快 一 facil 快點! 快點… 快點了 在家角做什麼? 范梁在家 我們繼續走吧 阿成, 你看二少爺 好 大家聽到了 二少爺這麼放命, 我們怎麼可以不放命 大家打得大牙磨血分 好… 我們走吧 好… 來, 小心… 緊緊緊 陳老闆, 這麼多位老闆 來, 彭爺… 來 不見蔣老闆的 老爺的心交痛不來 叫我代表他來的 好, 既然蔣老闆不來 我就直接料當, 和大家討論 秋少爺, 蔣老闆叫我代表他… 各位老闆, 大家都是巫石人 不想巫石亂 我彭亨讓一大步, 五加三成 加兩成七 老闆, 真是氣了, 糟糕也不是路 秋少爺, 可不可以選半成那一步 各位老闆, 我這一步已經出了很大貨 我那幫手足 當著祖師爺面前發誓 他們說小哥的價錢 都不接你們的生意 以後都不接 不必令我難做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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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糟糕, 糟糕 好, 舅少爺, 我有幾句話要說 各位老闆, 真是不能拖 那幫手足不忍得多久 武石大亂了, 亂上來撿知道怎麼辦 就是這樣, 阿俊、阿超 拿點俠童, 讓老闆簽了他 阿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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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俊 阿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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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俊 阿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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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俊 保錡, 你記住 跟這個人打交道要四個字 以猶祭歌, 儘量不要跟南疆 各位老闆, 這份合同不能簽 這份合同無論如何都不能簽 因為只要簽了, 就等同於開門請賊 你說誰是賊? 賊是不會跟你說道義的 賊是貪得無厭的 賊只會趁火打劫的 你到底說誰是賊? 是呀, 賊… 四婆婆, 我跟你親戚給你面子 打三千六百幾個兄弟 跟你無端無端的 你再說一次賊 你們以為就這樣簽了這張藥 就會沒事嗎? 臣事貌事, 到他又上家的時候 他又會拿過一張新的合同 來逼你們簽 所以對付那些賊 就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要比他兇 只要不怕他 那些賊就會反過來怕我們 因為作賊心虛 那是呀… 韓寶琦, 你究竟知不知道這死字怎麼寫? 各位老闆, 你們知不知道那賊字怎麼寫? 就是寶貝的貝字 加兵庸相見的庸字 就是說那些賊就會拿把刀插死你之後 再搶你身上的錢 如果大家不想坐以待斃 就一定要和那些賊堅持到底 如果那些賊不肯和我們用水路運米 我們就可以走陸路 不怕跟大家說 我們第一批米已經從陸路運回來 雖然成本比較貴了 不過起碼以後 我們也再不需要被人捏住喉嚨 所以這張合同是千萬不能簽的 我們一定不可以跟賊妥協 來… 先來… 我們要考慮一下, 遲些再談 你和阿興的傷害過再說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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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們別知道了 走, 老闆, 我們走 好, 走, 走 你聽著 你回去跟我跟蔣喬說 其他米埔可以加兩成七 光是你們慶豐年米埔加足三成 各位老闆, 走 是… 快點 快點 那不是你那個山島的 放手吧, 兄弟 走… 快點 二師, 有山茶怎麼辦? 大家不要亂來, 把米都給你 最重要是不要傷到人命 我們只是想要一批米, 不想傷人 想要命的, 站在那邊 我們全部過去那邊, 來, 快點 管你別走, 慢著 柴狗, 過去吧 柴狗 這位大爺…看你這麼威猛 一定是沙家幫的大寨主 久仰大明… 其實我們這批米不是要來賺錢 我們是拿回牧石鎮災的 很多平民百姓等著來活命 我拿他們, 把你拿走 是, 慢著 大寨主… 如果這批米不能回牧石 柴狗, 平民百姓會亂, 會害怕的 不如這樣, 你要多少馬路前你說 我們拿很多錢, 我拿回掌橋 你也聽過嗎? 放開, 看看, 柴狗 柴狗 柴狗, 你別追了 你惹他們, 他們真的殺了你 是呀, 命要緊的 我們一起回牧石吧 二少爺, 你們先回去吧 柴狗, 你不跟我們回去嗎? 我想辦法拿回那批米 還有什麼辦法?走吧 爹不會怪你的 二少爺, 你們回去吧 我不會去看見那批米 我不想以後都吃炒米 那你留在這裡也沒辦法 不是, 二少爺, 我有朋友在怡兄 他跟那個寨主很熟, 你讓我試試 柴狗 如果我拿不回那批米 我自然會回牧石, 你讓我試試 好嗎?讓我試試 那好, 柴狗 無論拿不拿到也好 你要馬上回去牧石 這裡的銀票, 你拿著去做事 還有, 爹兩支揚槍, 令他旁身 多謝二少爺 小心點 老爺, 二少爺回來了 爺 爹 碧政, 你幹嘛弄成這樣? 爹, 我們那批珍珠米 被沙家幫那些賊搶走了 那那些伙計沒事吧? 那些柴狗呢? 所有伙計都平安無事 不過柴狗又留在二兄 說要拿一批米 那些賊來的, 給他拿一批米? 拿和尚嗎?真是嚴命長 爹, 你放心 柴狗說有個朋友認識一個債主 還說拿到一批米之後就會回來 那兩支揚槍我給他旁身 那些柴狗做事也不分輕重 有什麼必要撿自己的命 靖, 你的手怎麼樣? 沒有, 我壞米途中跌倒, 脫了膠 你跟我進房間幫你托膠吧 好嗎?老爺 快點… 先進去, 爹 蔣老闆, 那我們先去刀回去 辛苦你們了 大伯, 碧政, 你的手怎麼了? 沒事… 阿芳, 快進去幫你托膠吧 好, 先進去, 大伯 為何會脫了膠? 都說沒事了 老爺, 發生什麼事? 保錡, 我們進去再商量一下 不是, 老爺, 發生什麼事? 你告訴我們吧 是呀, 我現在心痛苦 麻煩你問一句吧 各位老闆, 這麼早就來了嗎? 老爺, 四奶奶, 你在這裡嗎? 我以為你沒空來 我收到消息 說你們慶豐年的米被人搶了 碧政還受傷, 她沒有大礙 四奶奶, 你們的米被人搶了嗎? 被什麼人搶? 怎麼會被人搶了米? 你真傻 無石就說沒有賊 但是, 宜興來無石的山路 每個山路都是賊 我早就說了 用陸路運不是危險嗎? 真不知道為什麼掌教授會這麼想 現在變成了賊賊 各位老闆,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吧 我們收你這麼多曹運費 沒有收多的, 物有所值 不要再阻擾又壞 只有婦人之見 阿俊、阿超 是 把合同給老闆簽 四奶奶, 君子也不念救我的 這份合同是你們慶豐年的 你給我合同幹什麼? 我說過了 我是不會跟賊簽合同的 好… 慶豐年庭執律 慶豐年庭執律 慶豐年庭執律… 我現在就要跟大家說 慶豐年由今天開始宣佈執律 關門大吉 慶豐年庭執律 你失心瘋了, 說收拾就收拾 就是說收拾就收拾 蔣老闆說我說的就是他說的 你們慶豐年幾百賊華等著開飯 慶豐年收拾, 他們吃谷種嗎 我夫君的身家 我想吃十八代也吃不完 那些伙計, 我們自然會給錢遣散他們 之後我就可以和夫君去西湖買一間別院 讓夫君享受清福 我就過一下少奶奶的生活 總之, 無論如何都不會和這群賊妥協 看看你們耐我什麼 阿廣 是 我現在先回家 你就回店裡貼一張紅紙在門口書 寫著, 慶豐年從此結業 多謝無錫老百姓多年慰顧 後會有期 林大人, 現在已經指示了 你有什麼事這麼吸引我呢? 本官在蘇州敗完差事 回來一落腳就收到消息 說毛石一短短幾個時辰之內 弄得亂紅紅 慶豐年是百年老店 突然間結業, 這樣就怎麼樣了? 我只是想多長幾年命 我怕了, 我自問不是那群賊的手腳 我已經扯了白旗了 我準備下個月和保錡搬去西湖邊住 那群賊喜歡加三成也好, 加五成也好 價格是一個虛, 與我無關 蔣兄, 那你真是遺難本官 林大人, 你別再說了 我已經決定了 你是我老朋友, 你也想我長多幾年命 你看, 說起這件事 我心搞痛馬上發作 我還是回去喝一碗藥 失陪了… 蔣老闆… 不如這樣吧, 本官立刻去找這個彭鏗 用我官府的壓力壓一壓他 補求要他減少 這樣你報頭明天繼續營業, 這樣好嗎? 這樣嗎? 好吧…長髮 知道了, 老爺 林大人, 請你放心吧 我們明天早上會繼續營業 蔣兄, 本官先行告辭 不送了 林大人, 請 是 老哥, 通信就按照你的意思寫好 是嗎? 可以的了 可以了 你有沒有吸引用的豬沙? 不用洗了 好… 真是三滑兩滾, 神仙都站不穩 是, 你… 進… 進… 來… 有人說有緊事找你 你是甚麼人?找我甚麼事? 我是慶豐年大老闆, 蔣喬派我來的 我們大老闆說, 錢他不志在 但是如果那批米找不到花無錫的 面子過不去 所以特地叫我拿一張欠單來 如果你們還給我們那批米 我老闆馬上送錢過來給你們 老闆, 是 還要拿一張欠單沒有銀碼? 就是這樣 我老闆吩咐我和你們談判 談到多少錢就直接寫銀碼下去就行了 那大寨主 我們那批珍珠米就值八百兩 我給你一千兩 大家不要那麼濕碎了 我給你一千五百兩 叫交個朋友也好, 叫做是… 你幹什麼打人? 我認得你, 你是唐米, 你說我是苦力 你以為換個套衣服, 我就不認得你嗎? 我爹想磨練我才叫我由苦力做起 我告訴你, 你不知頭不知路 你不要拿著邊緣胡亂吹, 行不行? 你說你是掌橋的兒子? 我就是掌橋的兒子 我不是他的兒子, 難道你是他的兒子嗎? 我娘雖然還沒過門 但是她是我爹的紅眼知己 那你是不是就是掌橋的野仔? 你知道就好了, 你不要到處亂說 大寨主, 我知道你快要做大壽 這樣吧, 當拿一個彩頭 我給你一千八百八十八兩 我給你一千兩, 你是… 莫師爺說你這個桃章是假的 用番薯來刁?那邊有九雅的 假的 我怎麼知道我爹 為什麼用番薯來刁桃章? 你這樣你願意自己 你下門捨親自問他 你…大大主, 你們落草為寇 一心求財而已 這樣吧, 一口價我給你二千兩 你… 不要亂撕, 很痛的 我又有兄弟認得你了 他說你在巫石, 擔住狗骨 四處引人笑而已 你是長條的兒子, 我不是長條的爸爸? 擔狗骨這件事很複雜的, 你不明白了 阿寶 幹什麼?大宅主 我在狗肉鍋裡夾狗骨出去 好 大師 我一直擔住狗骨, 一路吠, 引我一對笑 打呀… 打不打呀? 打不打呀? 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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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呀, 打呀, 打呀… 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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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呀… 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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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呀… 打呀, 打呀… 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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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呀… 我們繼續監獄 好… 各位老闆,你們齊了,是嗎? 今天無論如何 大家無論如何都要經出的結果 我那幫手足不耐煩的了 林大人找過我來 他千丁萬粥叫我最重要 就是以和為貴,以大谷為重 我也很想的 這樣吧,小弟再讓一大步 加兩成 這一步是小弟最後的一大步 大家不要再說了 小弟,可以做的就是這樣 大家不想無石亂 簽他… 彭坑,我們還有事和四婆婆商量 一會兒打福你 還談嗎?那發脆發脆吧 小弟,我們談好了嗎? 小弟,我們談好了嗎? 我們大家已經決定了會共同進退 一致的答案就是一成 什麼?一成?我說加三成 讓元一步又一步 現在已經賣場角了 你還告訴我,加一成? 你這個女人有沒有誠意跟我談? 我會誠意就不要談 你老公跟我談,混吉 舅少爺,我想你誤會了我們的意思 我們不是要加一成 我們是要減一成 減一成? 減一成,失心瘋 你沒事吧,怎麼樣? 你沒事吧,婆婆 留下了,婆婆,你沒事吧 各位老闆 我決定不再跟這個民人談下去了 你就自己決定吧 我們也不會,大家走 好… 各位老闆 我無心的 各位老闆 你們兩個好招呼客人 玩得開心點 原來鵬空這個壞人是個搞鬼 大債主,這個人又說有話跟你說 又是你? 大債主,我爹想人送一封密閒給我 叫我上來跟你談一宗大生意 老闆 這次不是現代,是密閒 還要談大生意 老闆 老闆,我一定帶這個狗骨出來 好,阿鴻 這次又有個表演你的臣邊 你們笑完了嗎? 笑完了就聽我說了 我爹已經查清楚了 你們搶我爹的那批珍珠米 是彭鏗幕後指使的 目的就是想逼我爹低頭 給他們加三成的曹運費 是不是有件這樣的事? 這次沒有假的 到底你的真正身份是什麼? 我就跟你說了 當然了,你們不相信我也沒辦法 我爹在密閒就跟我說 叫我上來問你 你想不想做生意? 而且這一宗是一宗長做長有的大生意 什麼大生意? 我們興豐年打算在陸路運米 請沙寨主理,保我們路上平安 至於費用方面 大家不行就談得行 你說,這宗是不是大生意? 是否長做長有? 蔣老闆真的有生意給我們做? 他們是親戚 彭鏗的妹妹是蔣老闆的老婆 你說過劇的五花腩紅燒肉 我爹每晚見到他都想作嘔 你知道嗎? 當年是彭鏗找把丹刀架著我爹的頸 逼我爹娶他 如果不是,哪有我必出來的 你真是蔣喬的野仔? 我都說別說了,你還說? 拆開 我不管你們什麼身分 你回去告訴蔣廷 彭鏗和我是百敗之兄弟 我不會出賣兄弟 更不會搶兄弟的生意 是 債主,根據行規 保護我們的米可以分一分的利潤 我們每年由彭鏗運回無石的上等白米 有五萬口,每口有五兩銀 即是你們可以分到二千五百兩 另外,我們油脂米也有五萬口 即是你們又可以分到二千五百兩 還有,紅菊糯米我們又有五萬口 即是又有二千五百兩加加賣 即是總共有七千五百兩 說完彭鏗,我跟你說紹興 別再說 我絕對不會做些對不起兄弟的事 上等白米有道子尖 紅梗米、菲萊米、花蘿尖米 紅菊糯米、白菊糯米、花菊糯米 珍珠米、赤米 每樣都有五萬口 即是總共可以分到一萬七千五百兩 加上彭鏗那些 你們每年可以分到二萬五千兩 說到嘉慶… 住手 彭鏗和我,招個皇子斬個雞頭 出賣兄弟,五雷軍頂天諸地面 這些事我絕對不會做的 柴狗,你別再說 你再說,那個不律廣下的語權 快給我罵 好… 好… 各位弟,別管他,繼續走 不用你約他 四妹,阿哥來探望你 他說有幾句話要跟你說 梅夫 四婆婆,今天沒什麼大礙了吧 沒什麼大礙? 天傳地傳,站不穩 還有點發熱 四婆婆,我真的… 今天來真心向你道歉 我昨天一時火遮眼 但我真的沒心 下四婆婆 我覺得這件事令我很不安樂 我很不開心 那群手足都很不好意思 所以昨晚… 昨晚我們開了臨時緊急會議 決定再減 看來這次令你更加滿意 老爺,林大人來了 好,我先出去,你好好休息一下 老爺,我先出去 你好好休息一下 四婆婆,我先出去 一半了,真是監無可減 我的兄弟已經反了我 現在毛石已經亂了 你說我的兄弟再造反 沒有人能控制這個殘局 對了,張老闆 我也覺得一成半是合理的 不如就這樣決定 好吧…就這樣決定 總算功得圓滿,皆大歡喜 各位老闆,我馬上回去運輸 草藥運合堂,叫大家來簽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叩少 四婆婆 你可不可以再在一成半以外 減多一萬兩 四婆婆,大家都說好了 無謂再說了吧 不是吧 現在你的米價已經這麼貴 那些窮人煮飯都已經要混了 要不這樣,你再減一萬兩 就算是打穿我頭陪的湯藥費 這樣吧,減五百兩 五百兩…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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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兩… 五百兩… 好…謝謝… 乾杯… 乾杯… 山寨主 怎麼大壽也不預約我呢? 又是你? 我們今天沒有煲狗肉 走呀… 走呀… 我爹知道寨主你大壽 所以叫我專程拿一份禮物送給你 蔣老闆有禮物送給我? 是 畢業禮物送給你 別動 你別亂來 先放下雪藥槍 放下雪藥槍 放下雪藥槍… 阿體,這兩枝都是假的 你來吧 陳醫生,別亂來 大家放下雪藥槍 畢業主,我問你一句 是否只要我殺了這個沙震天 你就可以當大寨主 你不說那麼多,先放下楊昌 畢業主,只要我打掛了他 你就可以當大寨主 你就可以跟兄弟一起富貴,一起風光 你不用說話 我們是不會出賣債主的 我也不會出賣債主的 沙債主,你聽到了,你看到了 他們這些就叫兄弟了 他們說的就叫義氣 彭鏗你這個賤人也算是兄弟 你知不知道 他一年收蔣老闆的曹運費是多少錢 十幾萬兩 他叫你做難老虎 折我們批米他給多少錢 二千兩?三千兩? 五百兩 五百兩? 沙債主,以後行雷閃電 你不要走出街,你小心被雷劈 兄弟跟你出生入死,刀頭甜血 你這樣對他們? 左兄弟發達,又越殺兄弟父母 你不用再說,我無論如何都不會出賣債主 沙債主,為何到現在你還沒醒 彭鏗的手下,個個敢衣美食 想到妓院出入賭坊 但你的兄弟怎麼樣? 一個一個爛生爛世 今天替你這個債主做大壽 你看看,酒也沒有一杯好的 雞也沒有一隻 老爺,你說什麼? 老爺 大家知不知道彭鏗的拼頭是怎樣的? 皮膚白白,滑一滑 橫眼扭葉眉 黃蜂腰蟑蟑螂肚,玲瓏浮凸 所有男人看見都流口水 但是沙債主,比額債夫人 為什麼不見他? 不是很見得人 他副尊容我聽聞 坐頭特額,避孔朝天,血盆大口 我有沒有說錯? 你不要再說了 兄弟們 大家不要做賊了 改行做大生意 為什麼錢要被彭鏗賺光 為什麼你們要在這裡挨世界? 兄弟,我們一起反派向桌子 債主,我們要做生意 是呀… 兄弟們,人生有多少次機會 人生有多少次十年 我們也要反派向這個賤人桌子 債主,走向找我們找我 他找不到我們,兄弟 柴先生說得對,你們反他吧 反他… 債主,我們也要反他的桌子 是呀… 是呀… 債主,我問你這句 你是否決定這樣做 是… 以後沒有反悔 沒有反悔 好 債主 債先生,你回去跟蔣老闆說 你搭生意 我們成交 債主… 債主… 蔣老闆… 我們找到柴狗了 他現在正回來了 還押著派密入城了嗎? 好… 大家不要簽著,馬上出去看看 好,跟我來… 出去看看,老闆… 老闆…出來 老闆… 還不可以找老闆? 串告 找狗 掌老闆,小奶奶 兩條陸也打通了 vege 甚麼 monster 孝弟之意 反應,以後不僅不會搶我們的米 還會保護我們的米 還有,只是收我們買家的半分錢 以後我們不用教鵬鵬的水路了 以後我們不用被鵬鵬捏著後路租人 大家聽到了? 聽到了 柴狗好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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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